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品的散料 普文要告诉大家一个中心思想 鉴别茶的一个核心思想 在于我们第一步要怎么看 色是什么样的色 调形是什么样的调形 香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香味 从干茶我们就能判断出来 它大致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茶 是古书还是台地 还是丹珠 还是中小树 同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外形 也能判断出来 它是否是一个春茶 还是一个秋茶 还是一个夏茶 第一步我们看这个调形 这个调形的采摘 大家看一下 一涯二液一涯三液 看这个调形 它一定是个春茶 那它是否是古书呢 是否是丹珠呢 可以完全判断的一点 这个茶并非丹珠 如果是丹珠 不会是这样一个采摘 或者它会带有相对较长的梗 我给大家讲述的 丹珠的采摘 基本上是一涯三液为主 一涯二液 极少 更不可能一涯一液 假使有采摘 它一定会带有一些马蹄 茶农惯用的思维都是那样 所以评测是反推 制作是顺行 按每一道公寓的顺行 好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冲泡 来做一个完全的辨别 由于视频的时间有限 在观看的茶友 点一个超级的赞 普文 给大家讲述的更加详细 更加明白 好 我们来开汤 首先冲泡普洱茶 开汤温度 一定要让它达到高温 最高温 开水滚 通过前面的外形评判 普文基本上能判别 这个茶并非临仓地狱的茶 这个茶更趋向于 蒙海地狱 或者靠近蒙海周边地狱 来开汤的评测的药理 出汤 我们不需要用滤网 因为这样的话 散茶我们更能看清楚 它的制作工艺如何 来看一下这个白膜 它这里偏脏 说明一个问题 它的汤凉的量赛 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不够干净 好 我们根据汤色来判断 来看到细微的很多的小黑蝴蝶 好 我们通过这个文热汤 我们马上能感知这个茶味道 它是一个橙茶 而且跟新茶的一个汤色对比 大家很明显 新茶是有个黄绿色 橙茶 黄中 偏 淡 往红的方向走 这就是差别 而且这个茶通过文香气 文大致能判断 这个茶应该是在三年到四年之间 如果储存的不好 也有可能一年就出这样的味道 从这个热汤的虾形判断 这个茶应该属于蒙海地狱 巴朗山地狱 来 我们来 冲泡喝的地狱泡 这个茶 从热汤判断略微 有一点瘦炒 而且这个茶小壶黑点比较多 好 汤中 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 橙香 正确来说 这个茶应该有四年到五年之间 普通所讲的是一个正常保存 它的生津 特地出的比较快 它的生津 也是起来的比较快 香气蛮有意思 就那个蒙海地狱 特有的一种韵味 但这个茶色底 显现的相当的快 杯底的蜜香 那个橙味依旧在 来 我们继续冲泡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底 生津还是很快 但色在色彩中间化不开 口感来讲 这个树林不大 而这种采摘方式 来看 它的树林 不大 三泡之后 糊糊太多 所以它的量赛 不是特别好 色而不化 放进 来看一下 叶底 做一个进一步的评判 来 看一下这里 黑糊点还是比较多 所以 它个杀青 有一定的问题 杀青的时候 火温还是高的 接触锅面的温度 还是高的 整体来说 叶底 是一个老茶叶底 深金还是可以 但色 你看 糊 色而不化 都是糊 这个茶是手工杀青 普文不再往下冲泡 来看一下 这个叶底 是属于蒙海那边的叶底 香气 也香 像这个叶子 颜色偏深 这个叶子就是摊的 比较老 但是它整体 绿中带红 这个茶有闷 就是杀青完之后有闷 这个茶 普文给大家下一个综合判断 茶是应该是 四五年的茶 而且这个茶 并非是古树 这个茶 这个茶 它杀青的工艺有问题 碳粮的工艺有问题 所以综合导致 这个茶的页面 页底 如果散茶都能这样浮掉了 那鸭饼完之后 它成什么样呢 这就是制作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保存的话 这类茶根本就不合适 好 关于这个茶友 寄来的一个茶 普文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这个茶 蒙海片区 这个茶四到五年 这个茶 杀青过了 这个茶 它两过呢 下锅的火温太高 好 今天 关于这一款茶的评测 给大家讲到这里 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普文 普文一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 真实的语言产地 真实的讲解 真实的评测 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 请大家订阅